在大刀城店內邊聽琵琶曲邊品查 立陶宛訪團體驗臺灣在地文化 也跟財政部長蘇建榮當面會談 官網更有罪行宣布 13號發布消息 除了提到聶劉賢娜訪台行程 最後一段透露計畫秋天 在臺灣設立經貿辦事處 加設立國經濟部長過去曾說 夏末秋初 時間渴望落在10月左右 此項宣布也被路透社報導 斗大標題寫下 立陶宛秋季 在臺灣開設貿易代表處 也提及立陶宛面臨中國壓力 去年11月臺灣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中國就祭出經貿封殺手段 但立國無懼打壓 深化與臺灣交流 根據立陶宛官方統計 今年第一季對臺貨品出口貿易額 就較去年成長百分之六十三 顯示雙方經貿往來更加密切 WTO部長會議中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總談判代表鄧正中 更和立陶宛代表團 討論強化雙邊關係 共同對抗經濟脅迫 已經不屑於過去我們所理解的 這些簡單的一些食品 科技或是往一些高端的產品去做 去發展 臺灣跟立陶宛之間 在經貿上面的深化的合作 也沒有因為北京 無所不用其極對立陶宛的施壓 而讓這件事情有所生變 從訪團來臺到發佈駐臺消息 顯現臺力關係深化 無懼中國打壓 參選許先祝君 台北報導